经常都会有人问我 安仔,你都已经到了适合结婚的年纪了 为什么还不结婚? 适合结婚的年纪? 其实呢,我这个年纪都很适合发达 你看我发了没有? 现在很多人都不想结婚了 很多男士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女孩当初被人几句甜言蜜语 就勾走了个魂 围了一碗六蚊鸡的麻辣汤 就可以献出自己的第一次 而当她去谈婚论嫁的时候 她竟然要求对方要有车有楼 我真的想不明白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价钱 为什么我用六蚊鸡的腸粉就做不到? 为什么结婚的时候 要求会被拍拖的时候高那么多呢? 我最近听到有人这样解释 你搭公交车 和买一部公交车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问题是,好好的 我买一部公交车干什么呢? 车整村又去自驾游 所以很多男士不想结婚的原因就是 我不想也买不起一部公交车 但是我觉得呢 女孩物质一点也问题不大 现在这个社会哪个不质? 我还想被妇妇包养 毕竟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 是一盘省沙来的 好像我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呢 其实连一盘省沙都算不上的 顶多是一粒尘埃 但是如果你娶错了老婆的话 那你可能连一粒尘埃都不如 我三叔呢 当年就是因为到了这个 这个失婚的年纪 立刻就被我妈捉了去结婚 那老婆生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直到结了婚之后才看清楚 原来是一只老虎 一进门就整人吵架 那夫妻吵架都正常的 但是她的幽默之处在于 每次吵吵架呢 她都会逐个打电话 去骂男方这边所有的亲戚 就是人家吵架呢 是骂老公的 但是她吵架呢 是骂老公的家族 甚至乎是整条村的人 有句话叫做 凌教人打仔 就莫教人分妻 整个家族的人都劝他们离婚 似说这个女人多迷人 但是我三叔是一个老实人 被她吃住了 可以的终于都知道 为什么很多女孩玩厌了之后 都想找个老实人来接盘 因为老实人 真的什么都可以接受的 她可以接受她老婆教过儿子 十几年都没有叫过我妈一声妈妈的 不过后来呢 经过村民的劝戒 那只老虎最终都是答应了离婚的 离婚那天 我妈放了两位来庆祝 一个好的女人 幸福三代人 相反 一个坏的女人 伟三代 所以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一个对象 为什么我现在还未想结婚 就是因为我想看清楚一点 老婆 你究竟是怎样的人 现在觉得好不好 是哪个城市 你叫什么名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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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每次回家 都会被我妈妈捉住来盆 什么时候带个孙媳婦回来啊 但经过我三叔这件事之后 我妈妈不会再催我快点结婚了 因为她还有一个儿子还未结婚 哈哈哈哈哈哈 说真的各位 正所谓家丑就不可爱扬 我今天爆这么多家丑出来 就足以证明 我真的不要当你们是外人 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相信 关注安仔的人 都是一些意气子女 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点赞转发 去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适分的年纪 只有识分的伴侣 我是安仔 下期再见 拜拜